大家好 最近有话有提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自己养护的蝴蝶兰 这个土壤以上这个根非常的多 而且这些根大大小小都有 需不需要给它处理掉一点 其实蝴蝶兰土壤以上长一些根出来 它是属于一种气生根 那么这种气生根 它可以呼吸空气中的一些水分跟养分 如果说这个根系是健康饱满的 我们最好不要理会它 让它吸收更多的空气中的一些养分跟氧气 如果说我们的蝴蝶兰 植料以上的这些根受到破损 受到破损之后出现枯萎萎缩 那么我们就可以剪 像我这一根这些就是受到破损的 平时养护的时候可能不小心碰到了受伤了 那么它就可以受到续菌的感染 然后出现腐烂 像这种的话我们要赶紧给它修剪掉 不修剪掉的话很容易让这个细菌 继续的感染到这个甲林径这个位置 让蝴蝶兰受到不必要的损失 如果说我们遇到这种蝴蝶兰长新根的话 当它刚刚长出来的时候 我们最好正确的引导它 让它往这个植料里面生长 像我这一条呢它是长得太长了就无法引导了 只能等换盆的时候 像这种刚刚长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正确的引导一下它 让它呢 往下装 把这个根装到这个植料当中去 那么它就不会往外长了 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吸收植料中的养分 而且呢也不影响美观 像这样一边长一根出来 或者是长更多的话呢 那么就会影响美观 像这种根呢它也是可以吸收养分的 所以我们给它施肥的话 它最好使用这种兰克中用油漬营养液 可以喷湿一点 到这个蝴蝶兰的寄生根上面 让它也能吸收到一些养分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让它不单在土养中能吸收养分 在寄生根上面也能吸收养分 就可以让这个蝴蝶兰呢 生长得更加的旺盛 这个花呢 盖得更加的漂亮了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